咱们回到代码当中 那我们就在这个回归模型里边 我们创建一个python文件 在这的话咱们就改个名 这个应该是第五个了 叫五杠 其他的回归模型 那我们就导一下 咱们import non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魔法指令 matplotlib来一个inline 然后我们from sklearn. 咱们从这个model selection当中 咱们import twin test split 然后我们from sklearn.metrics 下咱们导一下方 咱们import 叫做min square error 这个就是mse 之前咱们在讲决策数的时候 就是决策数回归 是吧 贴度提升数的时候 里边是不是有一个friedman mse 对吧 这就有一个mse mse就是军方误差 这个就可以评价咱们的评价咱们的模型 然后from sklearn.me 咱们import datasets 我们把这个也导进来 然后呢 我们再导入模型 from sklearn.me linear model 我们从这个当中呢 先导入linear regression 导入range ridje 大家看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领回归呀 然后再导入los 这个就是螺丝回归 然后我们再导入谁呢 叫elastic net 那这个就是elastic net 然后我们再导入谁呢 elastic net cv 这个loso里边 大家看是不是也有一个loso cv呀 是不是啊 凡是带着cv 这个cv是不是就代表叫cross validation 翻译成中文 是不是就叫做交叉验证呀 看翻译中文就叫做交叉验证 那么我们发现这么多模型 是不是都是来自咱们的线性模型呀 对吧 你看它都是来自线性模型啊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现在呢 我们进入sklearn 我们看一下这个linear regression 以及呢 它所对应的其他的这些模型 它们都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SK learn 进入它的官网 它的第二个主题就是回归 在这儿的话有一个叫做 瑞智regression loso 我们点击进入这个瑞智regression 那么这个里边是吧 大家看1.1 我们往上滑动啊 这最上边 看 叫做generized linear model linear model 是不是就是咱们的线性模型呀 在这儿呢 它也告诉我们 这什么是线性模型呢 你看 这个方程是不是就是线性模型呢 叫y 这个在它的上面有一个间括号 w和x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呢 w0 加上w1乘以x 加上 形式 加上 一直加上wp乘以xp 是不是 我们把这样的方程的 咱们就叫线性模型 看 这个就是线性模型 w0是不是代表拮据呀 对不对 w0代表什么 是不是代表拮据呀 对吧 这个w1一直到wp 是不是咱们的斜率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一共有多少个 这个线性模型呢 1.1是整体 你看 1.1.1 这个1.1.1 这是不是一个呀 1.1.2 是不是一个 1.1.3是一个 1.1.4是不是一个 1.1.5是一个 1.1.6是一个 所以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呀 大家看是不是一共有 一共有这个 11 一共有16个呀 这些呢 都是在普通线性回归的基础上 进行的改进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第一个啊 第一个我们已经学了 这个叫什么呀 看 Audinary List Square 是不是叫做普通 List Square翻译成中文 叫什么 List是不是最小的意思 Square是不是就是平方的意思 我们为什么把它翻译成最小二乘法呀 二乘是不是就是平方 所以说叫最小二乘法 这就是普通最小二乘法 普通最小二乘法 代表什么呢 是谁呀 看 这是不是就有一个 叫Linear Regression呀 看 这个就是普通最小二乘法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线性回归 线性回归 那么它的这个公式是什么样的呀 就是这个公式 你看到这个公式 是不是X和W相乘减去外呀 减去外 你看它这是不是给了个min min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是让这个最小呀 我们去求谁呀 是不是要求这个W呀 对吧 就是要求这个W啊 其实在这个W当中 它是W0W1 一直到WP是吧 W0是不是就代表着 代表着谁 W0是不是就代表着邪律呀 拮据是不是 所以说它就可以这样去 去表示啊 那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这上边有一个2 这下边也有一个2 这个代表啥意思呀 还有的话你看 这儿是不是有两个树杠呀 这两个树杠代表什么 你是不是已经完全忘记了 两个树杠代表什么 来咱们现在呢再来 再来画一个啊 看这两个树杠代表什么 两个树杠代表什么 还有的话两个树杠上 右上角有一个2 这个代表什么 左下这个右下角有一个2 我们能够知道 右上角这个2 是不是代表着平方呀 看右上角一般都代表着平方 对吧 那我们这两个树杠代表什么呀 代表膜 代表范数 看它代表范数 什么有范数呀 向量矩阵有范数 对不对 向量矩阵有范数 它的右下角这有一个2 这个代表什么呀 代表2范数 看它代表2范数 那二范数是啥呀 二范数 是不是有相应的公式呀 那咱们现在呢就去看一下二范数 你看它既然写成这样了 是吧 我们要对这个公式 有一个了解 我们平时在写的时候 咱们就直接这样写 XW减距Y 是不是在它的上面来一个形号形号平方呀 看我们这样写 但是在它的这个公式中 它是不是写了两个树杠 是吧 两个树杠 刚才那就是树杠树杠树杠 然后树杠里边呢 XW减距Y 上边有一个平方 下边有一个平方 那这个意思和我们上边写的这个是不是一个意思呢 你看这有一个2 这下边也有一个2 是不是 这俩到底等价不等价呢 这俩到底等价不等价呀 肯定是等价的是不是 肯定是等价的 上边我们是把它当成数字 刚刚就是上边这个我们直接这样写 我们把X和W我们是当成数字 看我们是当成 当成它是一个数 那当然这这样写啊 其实还前面还得有一个东西 是不是有一个加核符号呀 对吧 你要这样写的话 你要把它当成数的话 这是不是还得有一个加核符号呀 是吧 I等于0一直到N是吧 这样写 它和下边这种写法是一样的啊 等价的 上面这个我们通通常把它当成数字 下面这个我们通常把它当成向量 向量的话 它就有范数 那什么是范数呢 我们有一范数 有二范数 有无穷范数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范数 它的计算公式啊 现在给大家 咱们去看范数是吧 咱们搜范数 这是不是就有一个百度百科呀 你看啊 它对于范数呢 说了一个是数学当中的一种基本概念 是吧 它定义在 它定义在 复范线性空间当中 并满足一定的这个条件是吧 它用来度量什么呢 某个向量空间中 每个向量的长度和大小 我们往下看 大家往下看 咱们看一下这个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这个是不是叫做一范数呀 一范数就是在它的右下角 一范数就是在它的这个右下角 它在这标记一个一 看到了吧 在这标记一个一 这个就是一范数 它这个一范数是吧 它这个地方写的不太好 这个一是不是没有写到右下角呀 这是百度百科编辑的问题 你看它标准的写法应该写成这个样 看到了吧 是不是两个树杠一个X 这有一个P呀 P是不是就在它右下角呀 它说这个P可以取什么值呢 一二和无穷是不是呀 所以说就是一范数呢 当然这个一范应该是在右下角是吧 一范数怎么求呢 看X1的绝对值 加上X2的绝对值 加上Xn的绝对值 是不是就进行了个求和呀 因为我们知道 向量当中是不是会有多个数值呀 这向量当中是不是有的数值是正的 有的数值是负的呀 正负是不是代表方向呀 对吧 所以说一范数 它的这个值呢 就代表这个 那么我们看一下二范数 你看一下 如果说它的右下角要写到二这的话 它是怎么计算的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是不是X1的平方 加上X2的平方 一直加上向上Xn的平方 二范数有一个特点 大家能够发现 你所有的每一个 每一个都进行了一个平方 是不是在它的 它是不是又来了一个开方呀 对吧 它来了一个开方 那么 我们SKLN官网上这个公式 人家是这样写的 你看树杠树杠 树杠树杠 咱们的X和W 乘完之后呢 然后又减去了一个 是不是又减去了一个Y啊 你减完Y之后 你想 XW减去Y 这个当成一个整体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向量呀 对吧 那它都有所以 X1 X2 X3 一直到Xn 如果我要对它进行二范数 是不是就相当于咱们 把每一个值的都来一个平方 对不对 每一个值来一个平方 然后我是不是又来了一个开根号呀 但是我们的最小是乘法 是不是不开根号呀 所以我是不是在右上角来了个什么 平方 是不是来了个平方呀 所以到这个地方 咱们就知道 SKLN这个官网上 人家这样写 其实就是咱们所写的这个 其实就是咱们所写的这个 让X和W相乘减去Y平方 再来一个求和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是一样的 那到这的话是吧 你要把这个搞清楚 知道吧 这个就是范数 范数它把这个数当成向量 来进行计算 好 那么我们再回来 哎呀 这个公式那就无比熟悉了 是吧 我们不仅用过这个Linear Regression 我们同时呢 还自己推导过 我们推导出来的结果 哎 和这个线性回归 直接使用它推导出来的结果呢 哎 我们可以完全一样 如果是一元一次的 那就完全一样 如果是二元一次的 稍微有一点差别 这个差别在哪呢 我们得调整它的学习率 以及的话 再调整它的 呃 再调整它的这个 循环次数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样 所以那线性回归 我们看到这个公式 咱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哎 我们已经知道了啊 那我们就不看它了 咱们接下来看谁呢 看领回归 你看这个就叫做瑞值 regression 领回归 大家看这个公式 它的优化条件 你看啊 它的优化条件 这前半部分 和线性回归 是不是一样呀 后半部分 是不是就多出来了一点东西 多出来这个东西 是不是W的二范数 又来了个平方呀 那么这个当中呢 还有一个阿尔法 看这个当中 还有一个阿尔法 阿尔法呢 我们可以调大 可以调小 你看啊 人家在这儿 有说这个阿尔法 这个阿尔法 它把它叫做什么呢 the complexity 就是我们领回归的复杂度 咱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参数 来调整呀 是不是呀 通过这个参数 阿尔法是不是大于等于零呢 呀 control control是 the amount of 食人客 食人客就有缩减的意思 你看 食人客就有缩减 也就是说 我们领回归这个公式 加了这个之后呢 它可以将咱们的数值 进行一个怎么样呀 缩减 缩减 我们缩减的是什么呀 我们这个公式 不就是要求解W吗 对不对 所以它缩减的是谁呀 缩减的是咱们的W 有的时候我们求解出来这个W是不是很大呀 我们之前也说过 你有一个方程 你求解出来的W 如果结局都特别大 往往就说明你求解出来的结果不太好 知道吧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过你和 就是说这个系 就是咱们的这个系数 如果很大 就说明这个方程波动非常剧烈 对不对 一个方程波动很剧烈是吧 就从侧面上说明了 它的过你和情况 所以说之所以要加这个 就是为了实认可 实认可这个英语单词翻译一下 就叫缩减 实认可 就叫缩减 缩减什么呢 缩减咱们的系数W 为了什么呀 防止过你和 待会呢 我们都会进行推导 它防止过你和 就是为什么 这个优化条件 加了一个α 这个W的二范数的平方 它就可以缩减 咱们待会会在代码里边进行说明啊 他对于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里边和咱们 普通线性回归的唯一区别 是不是就是加了个α呀 如果我要加这个α 调整成0会怎么样 调整成0之后 那大家就能够看到 领回归和咱们的 普通的线性回归 是不是就一模一样了呀 对吧 你调整0之后 它就一模一样了啊 the larger of the alpha the greater the amount of shrink 就是说你的alpha越大 咱们的缩放程度就怎么样呀 larger greater 是不是就越大呀 add that 所以 the co-efficient become more robust to a co-linear 这个co-efficient 是不是就是咱们所说的系数呀 这个系数就会变得怎么样呀 become more robust robust叫什么 叫鲁莽鲁棒 我们说呢 这个叫robust 我们把它叫做鲁棒性 叫鲁棒性就怎么样呀 more more是不是就是变大呀 对于什么样的数据就变得更好的 变得这个更多的这个鲁棒性的 叫co-linearity co-linearity 是什么意思呀 linearity 是不是线性呀 co-linearity 就是共线性 co-linearity 就是共线性 什么是共线性呢 属性和属性之间会存在共线性 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啊 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呢 身高 你看是不是一个属性呀 体重 是不是也是一个属性呀 体重和身高之间 你说它存在不存在一定的共线性呀 存在 因为 有这样的特点 身高越高 是不是啊 如果身高 你看我们画一条线的话 身高越高 体重我们也画一条线 是不是一般也是体重越大呀 可能这个线是吧 它不是这样完全 完全这个这个一样的 我们就把这样的属性 叫做共线性 把这样的就叫做共线性 有的属性呢 是完全共线性 咱们举一个例子啊 什么样的是完全共线性呀 身高 和 照另一个属性 和它的鞋子的尺码 你看 这个怎么样 和鞋子的尺码 这个基本上就是完全共线性 你的个子越高 你的脚丫就越大 穿的鞋子的尺码 是不是就越大呀 这个身高和当然鞋子的尺码 它的共线性就更大 因为我们的体 因为我们的身材呢 有胖和瘦 身高越高 基本上是这个体重越大 但是呢 也有身高矮的 体重比较大的 是不是啊 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整体而言 咱们这个人群当中 身高和体重 它存在共线性 那么我们领回归 再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是吧 比如说数据之间存在共线性 线性回归解决不好的情况下 领回归去解决 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所以说我们后面学的这些算法 是不是都是对于普通线性回归的一个改进呀 如果普通线性回归能解决 领回归那你就不要用了 如果你线性回归发现解决的不好 这个时候你再使用领回归 是吧 你去尝试一下 看看这个领回归是否会好 我们在这儿呢 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这个这个概念是吧 这个鲁棒性呀 贡献性呀 还有这个缩减呀 以及这个防止过拟合 刚才我们介绍了鲁棒性 咱们现在的话 我们在这儿呢 就给大家搜一下 叫做鲁棒性 你看鲁棒性 这个英语单词 是不是robust的音译呀 也就是健壮和强壮的意思 也就是在异常和危险的系统下 生存的能力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 它对于这个算法 你看啊 这个对于分类是吧 鲁棒性的控制 我们这样搜啊 算你看 第二个是不是就是算法的鲁棒性呀 看第二个 是不是就是算法的鲁棒性 我们找的就是 跟算法相关的这个鲁棒性 你看这个鲁棒性 这个英语呢 是不是就是robust的意思 这是它的名词 是吧 算法的鲁棒性 就是在一些机器学习的领域呢 我们总能够看到 算法的鲁棒性 这样的字眼 比如说L1范数和L2范数 它的鲁棒性 这个什么是L2范数呢 啥是L2范数 这个是不是就是L2范数呀 对吧 领回归是不是就是L2范数 看是不是 右下角是不是有一个L2 有一个2呀 这个就叫L2范数 这个就L2范数 那这个鲁棒性呢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它对于这个 这个算法的这个鲁棒性 这个算法的鲁棒性 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好的话 那这个说明呢 咱们的算法就更怎么样呀 更加的健壮 更加的强壮 所以说这个是鲁棒性提高的话 那么你看这个在这儿的话 它没有给这个线性回归 这块给了一个聚类算法的鲁棒性 对于聚类算法而言 鲁棒性意味着聚类结果 不应受到模型当中存在的这个数据的扰动 噪声以及离群点太大的影响 这个是不是就说明这个算法鲁棒性越好 是不是就说明咱们这个算法越怎么样呀 越强壮 是不是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拟合出来的算法强壮 能够去解决不同的问题 所以这是鲁棒性 你看鲁棒性往往和什么进行结合呢 稳定性 鲁棒性好 它的稳定性是不是就好呀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鲁棒的意思啊 系统的鲁棒性和抗扰性 抗扰性就是它抗干扰的能力 这是我们这个其中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刚才在去解释的 在它官网去解释的时候 我们就是对它进行了一个翻译 它在这还有一个叫做贡献性 咱们看一下什么是贡献性啊 这个在统计学当中 你看同线性或者说同线性 统计学当中贡献性 即多重贡献性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同样这也是一个百度百科是吧 那这个呢 主要是属性之间的 完全贡献性下参数 估计计量是吧 这个完全贡献性的就是 我们这个这个数据呢 这个都是完全一样了 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啊 SPAS贡献性问题 这讲了一个贡献性那些事是吧 咱们看一下 建模石应该尽量避免贡献性 对吧 这个贡献性会怎么样呢 贡献性会导致参数的估计不稳定 模型的不可靠 你看它这用的词 是不是就是colinearity啊 那么贡献性究竟有多可怕呢 这个当然是不好了是吧 我们往下看啊 咱们看一下模型 这是不是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呀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关于消费水平的预测模型 那对于每个消费者呢 咱们收集三个变量 月收入存款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 这个是不是会跟咱们消费者的消费 是不是有关系啊 你看月收入存款和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 刚刚假设月收入与存款之间存在贡献性 你说这个月收入和存款之间存在不存在贡献性呀 肯定存在是不是啊 肯定是存在的啊 你月收入多 一般情况下你存的就会多一些 是不是啊 你比如说你月收入十万 是吧 和月收入和月收入五千 那肯定是月收入十万的人 他花完之后他剩的钱也比月收入五千 花完之后剩的钱要多 那这里我们为了简化问题 假设是二倍的关系 当然实际上可能不是二倍 而且不是严格的线性关系 如果他要是二倍关系 X2是不是就等于二倍的X1呀 对吧 X2这个这个是不是给弄反了呀 是不是X1应该等于二倍的X2啊 你存的肯定不能比正的多 是吧 所以他这给就给弄反了 这个博客写的就不太好 并且假定消费水平 与这三个变量之间也存在一个关系 你想你一个地方的消费水平高 这个地方整体挣的是不是就比较多呀 北京的平均工资都是九千了 是吧 北京的平均工资啊 就把所有人一平均就是九千 所以我们毕业之后 你要是达不到九千 你想你是不是就扯了人家的后腿了 那我们就假定了消费水平之间也存在一个关系 只要我们能够用一个线性的关系 把两个属性给他构建起来 我们就将 我们就叫 这个属性和另一个属性之间存在贡献性 月收入和存款之间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线性的方程给他描述 那么月收入和存款之间 他们就有什么样的关系呀 就有贡献性 你既然有贡献性 我是不是把其中一个属性删掉 我是不是依然也可以进行分析呀 你看这很显然这下边就说了 如果要是直接建模 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贡献性 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贡献性 因为他的月收入存款和当地的经济水平 是吧 任何一个因素都确实可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水平 而且月收入存款和经济水平之间呢 也有关系 所以说这个就叫贡献性 明白吧 那具体贡献性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你看这个他在这代码是不是有专门的一个测试呀 正好你看这个代码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呀 大家今天用R和Python进行了测试是吧 就既有R又有Python 这个是不是用的是R语言呀 是吧 一个这个这个小余号 是吧 然后来一个横杖 我们看下边有没有Python呀 没有Python是吧 大家今天晚上的其中一个作业呢 就是把这个代码读懂 然后把它变成Python语言 然后你你知道了这个之后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了这个多重贡献性 它对于算法有什么样的影响了 你去面试的时候 像这样的问题经常问 我们刚才所抠的几个关键的这个这个术语是吧 咱们是不是都是从他的官网上取到的呀 你看都是从官网上取到的是吧 鲁棒性越强 贡献性是吧